翻譯 你看一下 什麼的問題吧 為什麼咧 因為看到最近啊 看到人就是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急凳急凳急凳 這陣子遠的歸雲大師 他說切字腳 所以從自信尾才出了這個人 這次是我們的 為什麼一件事情 我們說一位人喔 如果沒有中心思想的話 他這個事情 可能都沒辦法處理 因為他的想法沒有太多 所以他講法很奇怪 他有一次是看 這些我們的運動員 他會說 你們這些動物員 會把運動員 看成動物員 講成動物員 是腦筋的問題 而且不是講的事 他引用 大英擺入建築 你說大英擺入公司 大英擺入公司 大英擺入公司是一本書耶 大英擺入公司是 可能是一個大陸 建築或是一個公司 一個什麼派入公司 大英擺入公司 大英擺入公司 基本上是一本書 他那一天到高雄 三家司令會有沒有 三家開英擺入 開英擺入公司 他怎麼起碼 肩膀掉 英擺入公司 講幾句話 看稿子看幾次 反對的幾次 甚至於 他在西洋中 他有中華民國中統的身份下 可是他不敢 我我我先不講 可是你看看喔 對於小林村他那些人 被 我們三個 埋怒的時候呢 有這幾次活動 他就說我 代表中華民國中華 這樣說一件事情 其實埋怒當中 目的只有一個 因為 要把台灣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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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所有作為 就是什麼 希望 中國為主 因為他心中 中國才是他唯一的人 這已經不用講了 可是我們請問大家 台灣人 我們幾乎 台湾 或是七八十 不管是來自 湘西 來自各個大陸 或是什麼的 來自我們台灣 都沒有跟不出去 都在這裡 住了好幾十年 好幾百年 我們認同這個地方 慢慢慢慢 搭載 接受我們都是台灣人 可是 我們為什麼去年 會選出一個 要想跟中國統一的人 我們很難理解 我們台灣有概念 是 七八十人 不需要跟中國統一 因為他是一個 季寫作家 可是為什麼 會選出一個 要想跟中國統一的人 我們很難理解 馬英國心中 他的祖國就是 他心中沒有台灣 所以他當總統的目的 是要把台灣人守住 他所作所為 也有中國的需求 也就是說 什麼幹 講這個 得罪中國 這已經不是熬房地人 他把台灣守住 之後 為什麼他 台灣有他的立場 為什麼很簡單 他實際是怎樣 他實際是怎樣 他把台灣守住 他把台灣守住之後 台灣人會這麼去 台灣人說 為什麼缺你了 為什麼是這種心態 再來我想一個 埋者這個人會說 這麼好 欸 他選舉的時候 你看 六三三有沒有 他說做不到的話 馬上要捐 心機水了 就變得好 他選舉前照 他不可能當當主 如果選到總統 他不可能先當主席 那不是很簡單 如果是很重要 選了很多人 你會讓 然後他長不穩定 對不對 另外 他本來 他也是任命的時候 有特別負責 他開始說我這是公法的 你就公用 到最後呢 所以他是一步做的 始終有什麼負責 但為什麼會負責 很簡單 因為他的家庭有資的 特務人家 他爸爸不得了 是特務人家 他媽媽就是 那種特務人 其實我們也從上達 所以特務人的個性 不是說謊 我們現在的老師 以前學校沒有成奧 人奧 我們現在是專門管 實際我們很多 要比我們特別有位老師 來講說的 這也是所謂的 要不要 有一個特務人家 因為他包裝實際 他只能有時間 說謊 來說他 所以他是說謊 另外 馬英九 最近很多人管理 他是共產黨 太多人管理 為什麼咧 第一個 馬英九 他在美國 阿武達武術的時候 他當 或是孟姓的組別 他當時有兩個秘密 秘密 秘密 一個叫秘密 後來就說 在國是 或是這個地方的人 當時還經 升級秘密 有可能當經 規劃成年 另外 這個秘密 他是 越秘密 數據的越 五六 開台灣的秘密 他為什麼 比我這個越五台 跟他很難理解 後來 我就想說 因為當時 中國領導者 是葉建英 葉建英 後來 對蔣經國說 我們要跟你三公私利 蔣經國說 NO 不接觸 不討論 不妥協 當時 馬英九 在美國讀書 葉建英 剛好當中國的領導者 叫做 退行戰 公私利 男人家 他自己想 葉建英 武力 公道 葉武 開始出來 到心目中 對不對 第二 他 用美國的立場 竟然 回來 當獎金武律書 跟隱瞞獎金武 獎金不知道 他很少 但是他知道 他一直這樣 殺偶了 你對我忠心 我的律師 既然都會免 我的立場 都沒有過免來得了 對不對 但是有人提供他 我只不能過去 抓偉賊 我想這邊有很多朋友 你們知道 即使抓都是嘉仁 真的偉賊都抓 都交不免 他回台灣之後 當了很多官員 當了很多大官 是讓他懂的 他祭祀 崇拜的人都是左手的 什麼左手的呢 是希望臺灣被中國保障的統治 他用的不是這種 你看 包括他用的一個洋路 是左手的 是讓中國保護軍委員會的藝術長 817號不是臺灣抬頭嗎 他去組織一個婚禮 誰說你 戰色的婚禮 戰色是彰化的 五十年前八十歲的時候 他爸爸把他們家拉到太后去 在那邊生長 他是一個私人 也是左手的拜私人 左手的私人 後來被他帶來離婚 離婚之後最近 跟中國是專業的私人結婚 男友去那邊講話 他說他推行山峰 那 戰色跟他的太太結婚 什麼 披死瘋 披死瘋 他叫女校 那你看喔 戰色是什麼 是左統的人喔 那馬英九都喜歡跟左統的人 就所謂的統治黨一樣在一起 聖經他以前 所以對陳明珍也是左統的 是共產黨的 他會有個人 所以從他這樣子 一路走來 按住這個人的想法 是做不下共產黨的 另外他當總統當一年過而已 你看 很多國民黨的人 就是說這個很乖喔 為什麼我們急著 要跟中國統一啊 為什麼 那再來慢慢結束 他有可能 真正在實踐他過去 爺爺爺爺 鼓勵横到台灣的一個政策 因為爺爺爺講沙東四流嘛 那今天誰在實踐 排泄 但是排泄 真的有可能就是共產黨 這是很清楚 日本敢不敢 不敢 美國敢不敢 不敢 任何國家在中國國中 不敢多理見證 對人家推行多理見證 什麼事都變得 怎麼變強勁 人家是嚇壞人 好 這是一個很怕的事情 爸爸今晚我今天 他前面的華客 說對於年輕人 他要怕他的學歷啊 他要怕他們修理啊 這些都證實 他唯一的目標是 想要跟我說很不同 所以我們期待我們 真的要很小心 要了解 這個人不怕你怕 那我就再提醒自己 如果你真的 不怕我這樣打的話 你就保険你 但是如果你真的擔心的話 請大家注意 要把這些話 擔脫出去 讓更多的人來要求 馬運這個人 可不怕你怕 一小福 謝謝大家